明明是冬天 但是南部的大太陽高高掛 持續高溫讓烏魚也錯亂 養殖戶撈捕的烏魚剖開魚腹 取烏魚子卵時 普遍發現長不大 它的腳就冷度 氣候如果冷了 它的烏魚子會慢慢叩叩叩叩叩 不過如果喝不下來 烏魚子上面都叩叩叩叩叩叩叩 縱成烏魚卵不夠飽滿 賣相不佳 烏魚子加工業者 成本也跟著增加苦哈哈 到去年的價錢 漲了差不多四五成 不過業者不敢漲價 怕下跑消費者 產地價四兩莊大約1600元 五兩莊大約2000元 維持去年價格 但因為烏魚子產量減少好珍貴 高雄潔定地區 還出現專偷烏魚子的小偷 日前一名許姓嫌犯 趁被害業者晒烏魚子時 偷偷抱走兩大欄的烏魚子 讓業者氣得跳腳 還好警方巡線 抓到了這名烏魚子大盜 烏魚子賣多少 兩三千元 你這九百塊沒兩三千元 九萬塊的東西 你賣兩三千元 說對嗎 證明嫌犯身上還背了四起通緝案件 如今被逮 也讓鐵定的烏魚子加工業者 鬆一口氣